29 题 有甲乙柄三种存物质 其组成粒子如下图 则依照甲乙柄的顺序 可能为下列哪三种物质 我们看到甲是两个黑圈圈结合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原子 它是一种元素 它只有一种原子 第二个呢 它是所谓的双原子的分子 所以我们答案呢 不可能是A 因为水是一个化合物 它不是两个同样的原子所构成的 它也不会是臭氧 因为臭氧是O3 它是三个氧原子所构成的 所以答案只可能是B或者是猪 那么乙呢 这是一个堆立堆起来的 像金属就会像这样堆起来 所以它可能是铜块 也可能是铝块 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最后一个饼 是所谓的单原子分子 那么二氧化碳是一个化合物 它不是单原子分子 所以我们的猪选项呢 也是不对的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只剩下的B选项呢 是对的 它这个一个是氢气 一个是铜块 一个是氦气 所以第二十九题呢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B 这个三个东西的组成 甲乙笔的次序应该分别为 氢气 铜块 跟氦气